設計師 這個地方的挑高空間好舒適喔 而且它的感覺像是 像是 你知道Lobby 對不對 它挑高有多少這裡 有6米 在這個窗邊的話設計師也做了一個 可以讓你欣賞窗外景色的卧榻 這個卧榻就是說 它就是有接近一些 那個置物的工人形式 它的這一邊跟裡面 都是可以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這邊還可以躺著這樣子 旁邊這個呢 它是一個書櫃 書櫃 書櫃間收納櫃對不對 對… 你在這個挑高空間裡面 剛剛有說6米 有6米 所以6米的話應該其實會有一個 小閣樓的設計 它本來的閣樓設計是什麼樣子 它原先的閣樓設計是 只有一半的工具 那為了就是說那種客廳的空間層次 會更好用 有變化 所以說我在這邊做了一個廊道 空橋廊道這樣子 然後有玻璃感覺上就是有那個 空橋的感覺 這個很像我以前去國外拍外景 有那種什麼天空之城的天空步道 對… 那它這個在上面的閣樓部分可以走人嗎 可以… 真的嗎 真的… 這感覺很特別耶 那女生穿裙子要小心喔 對… 好那想順著這個L型的這個小閣樓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電視主場的材質 也跟一般的人用的不一樣喔 對… 我們來設計師介紹一下好不好 這個材質 我還猜不出來 它是… 它是… 就是復古的文化石 然後在… 我們這樣看起來是比較立體度 嗯… 它層次比較有 所以它是文化石的一種 對… 文化石的原色可以有很多的選擇嗎 對… 我們淺色系、深色系 那我為了要搭配我整個空間的感覺 層次更… 更稍微顯明 所以說我選擇的是深色系的人來做設計這樣 嗯… 不過可能文化石它深色系會讓人家覺得它如果 稍微重一點的話 沒有關係 設計師在上面有把它做一個… 呃… 燈光的效果 對… 下面也用了鏡子 讓這個空間看起來輕盈的 對…